他要報告你的任賞 近600名茶果嶺村居民 趁觀塘區議會開會到場抗議 不滿政府計劃更改前茶果嶺、高嶺土礦場 和周邊地區做住宅用途 當中涉及村民的祖墳 更加有部份的村民要收地 但政府未有諮詢居民的意見 也未有安置的安排 祖墳在一個規劃地上 因為他規劃了 他規劃了就當刊憲 如果我們現在 不說出 告訴他 我有個祖墳在這幅地上 他就不知道 有涉及收地 但他沒有公佈過 說收地 為什麼呢 如果收地不收地 就變成 令到我們這條村 就有這個叫做什麼呢 分房 會上規劃處建議在該區發展 四幅房屋用地 興建15棟 16至22層高的私人住宅 有區議員 贊成增加住宅供應 但質疑規劃處 對交通和配套 未有完善的安排 也忽視茶果嶺村村民的意見 希望你真真正正的諮詢 不要做一些 壓壓片片的諮詢 搞到現在有幾百人 在下面吵完又走上來 又遞詢又成 人家那個祖墳 你又沒有講過 那怎麼諮詢呢 你怎麼安排呢 我也不清楚 我們一直問過一些有關的部門 他們都沒有對於這個墳墓的資料 或者是正式的紀錄 所以我們就沒有能夠 做一個進行早期的一個諮詢 但無論如何 這些的祖墳如果是一般 受到政府土地這些發展所影響的 我們有關的部門都會按現行 那個程序處理 我們也會跟這個持份者再商量 規劃處說 在修改分區計劃大綱途前 會再諮詢區議會和市民意見 香港文言士記者 廖正文報道